本所于2月15日早上6点40分 轻货民众报案 趁在中华新田路口 发生一件自小客车插撞事故 远警到场查看 现场有肉部机车停放路旁 遭波及 另有一名高性女子 右脚轻微插伤 警校人员到场敲窗后 因驾驶无反应 随即破窗 将许姓驾驶从车上救出后 发现许男无呼吸心跳 后续送往大同医院急救约半小时 人无效往生 仅已通知许男家属到场 后续依规定报警检察官相验 令经远警掉阅路口监视器 影像画面该自小客车 沿新田路西向方向 缓慢滑行 老翁到院前已无呼吸心跳 初步研判 细载车上已经昏眩 造成无法控制车辆 而致状路旁机车 使因及相关造势责任 经调查离心中 本分群呼吁 民众驾车时如有发觉 身体不适 请立即停靠路旁 拨打电话或请求路人 寻求协助 务切勉强驾车 以免发生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扬币 将军队赞 订阅 转发 打托